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十八手焦点制作维亚眼镜的课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向下介绍新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PPT 我们上一节课呢,是完成了这个鼠标模式的软件程序编写以及测试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进行下一项 就是键盘模式的这么一个讲解 那么这个键盘模式呢,实际上普通的字符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A到Z,0到9这些,还有一些符号字符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对应的键盘直接发送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键盘模式里面呢,比较好玩的就是它这个组合按键的处理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呢,也就是讲解这个组合按键的处理 好,我们来继续向下看 组合按键呢,实际上它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功能按键 加上一个字母按键,通声按键的这个情况 那么功能按键呢,它可能又不止一个 比如说Shift,然后加上Ctrl,然后再加上一些别的键 那么这种可能在Windows下不是很常见 但是在Mac下面呢,这个两个键同时按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好像在Windows下,这个Ctrl加Shift的一般是切换收入法 但是在Mac下面呢,它这个Ctrl和Shift的键组合 那么加上4就是窗口截图 然后加上3就是全屏截图 那么加上这个Delete键就是清空垃圾楼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举个例子哈,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就是这种单个功能键 比如说Ctrl-C,Ctrl-V,Windows加E,Windows加D 然后包括Mac下面这个Command加上F3,Command加上F4等等这些 这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功能键和一个字母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使用的这个EasyKit这个蓝牙模块呢 它针对这两种情况呢,都有考虑 而且处理方式是一样的简单 所以呢,我们也一块来看一下它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也是非常好用的 它这个,对于我们编程人员来说 这个组合案件处理呢,实际上呢,就可以总结为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呢,是检测这个按键 那么在确定有功能键的键码 按下之后呢,就发送这个功能键的键码 那么发送这个功能键的键码之后呢,就检测是否有字母键 因为一般是先按Ctrl,再按C或者V码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检测是否有字母按键 如果有字母按键的话呢 就使用这个扩展的HI键牌协议发送这个按键码 实际上我们当获取到这个功能键键码之后呢,应该是不先发送的 就说这里应该不是检测到就发送 应该是检测到这个功能键键码之后 就继续检测这个普通的字母按键 如果你检测到就发送的话呢,后面的字母按键没机会跟它配合了,对吧 两个都检测到之后,就使用扩展的HID键盘协议发送这个按键码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光按这个功能键,它也是没有什么特殊作用的 除了这个out键,它可以换起上面这个菜单键 你光按control键也是没什么用的 当然shift键它是有个粘制,这是可以单独按的 我们可以去检测是否有字母键 如果等了半天发现你只按了shift,没有按别的的话 那我们就只发送这个功能键也是可以的 使用扩展的HID键盘协议去发送这个按键码 这几种情况也是包括在内的,不是说使用扩展HID键盘协议的时候 就一定要按一个功能键和一个字母键,光按功能键也是可以的 那么组合按键发送完了之后,最后一定要记得释放所有的按键 就是发送一组空按键过去,不然他就认为这个键一直在按下 一次这样做不要紧,我们调试的时候可能系统程序运行了好几次 你这样搞来搞去,可能系统最后就晕了,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因为你按着好多键一直不放 你想象一下在Windows下你按着很多比如说Ctrl Shift 然后很多键不放的时候你在操作东西 那是一个很魔幻的效果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 操作完了之后 每一步操作完了之后都要释放所有的按键 因为我们键盘模式相当于是一个课程的扩展 VR眼镜实际上是不用键盘的 但是作为这个课程的完备性考虑呢 给大家介绍这个 可能有的同学学完这个课程之后 拿着蓝牙模块去做别的东西 去开发别的东西 那么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按键要释放 你去做一个键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按键一定要及时的释放 好那么这个就我跟大家los到这 嗯 组合按键实际上对我们啊 单凭极端的程序来说 就是检测IO的状态 然后根据IO的按键 发送按键导通码和释放码 那么这个啊 扩展的HID键盘协议 大家可能不记得了啊 GVT里面我列了一下就是 LionXFD开头 中间是这个Modifiers 就是说这个功能键是什么 然后是LionX00 然后是KeyCode1 KeyCode2 一直到6 这是后面可以发送6个字母按键 这后面只能是字母哈 后面不能是 不能这里放一个Ctrl 这边放了Shift 这是不行的 然后功能键一律放在这里 然后后面是字母 就是AB同时按键 或者AC同时按键 AD AE AF 都是可以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 字母键同时按两个没有什么意义啊 比如说AB同时按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一般都是前面这个 至少在我的这么多年的应用当中 是没有遇到AB一块按的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功能键好几个一起按 比如说Alt Command加V 就是那种减切粘贴那种 但是作者这样设置呢 也是方便我们以后扩展 万一有一些比较神奇的应用 用到了6个按键的话 这也是可以用的 我们这个功能键就放在这个区域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 组合键是如何处理的 那么我们还是得谨记这一个 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程序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 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变量 说这个 当前锤唇模式 我说还调过 这个Stick Mode 原来是手柄 上节课做鼠标的时候调成手标 那么现在我们要调成键盘 等到讲手柄模式的时候 再把它调过手柄 键盘的话就调成二就好了 改成二 然后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操作就在这个 Stick Mode等于二这个循环里面进行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 在这 Stick Mode等于二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的去 利用这个 呃 Web按键 来作为这个键盘输入 啊 只是给大家一个演示 那么我们取两个键 一个是 Ctrl键 呃 一个是 那我想想啊 用什么来做视力比较好呢 嗯 我们要在手机上操作一个这样吧 去呃文本里面写字 这样是最最直接的 那么就一个Shift键一个A键吧 这样的话呢 会比较直接一些 那我们就在这里边 呃先写一个函数去实现这个 功能键的这个发送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区域吧 因为我们只在这里边发 呃先定义一个函数 发送键码的函数 然后他接受几个参数呢 呃我们回PPT看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两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 七个参数对吧 七个参数 这个是功能键 然后剩下的就是普通键了 普通键就是一到六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然后我们顺势把这些变量名字改一下 好 哎呦 呃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直接用这个 呃UR3去发送就好了 掉这个函数 好发送的内容还是要看PPT里面 FT开头这是没错的 后边是modifiers 就是我们的这个 function key了 没有你就给他0就好了 因为他这个按键码都是0 是 默认是这个没有键码的 啊 这个不对了 不是这个 然后中间隔着的是00 啊 要发送一个固定的字符00 后边是k1到p6 对吧 我们把这行选中啊 copy六遍 我已经有一遍了五遍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这个函数就做完了 做完了的时候 做完了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掉这个函数 掉的时候 注意这几个参数都要给他补充上 啊不能掉 直接用一个就完了 嗯 那么我们也还是去回到这个web中段去 我们之前处置画的这个7和5 5和7 那么我们来呃 露一眼 搞反了 五和7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是对应的一个位置 五和7 用了键盘上的两个键 好我们先把这个五和7的这个中段去改一下 他俩是在一个这个中段服务函数里边了 好我们额外定一个变量吧 因为这个键按下的时候呢 是需要一个标记的 我们就 shift flag 等于0 然后这个key flag 就是按键按下的标记 这两个要再放在这里声明一下 好直接补权 然后把这个复值处置画删掉 不然报错了 好这个如果7按下的时候 呃我们就 把这个 shift flag 这个制一 先把这个mass注释掉 我们只做测试 回头再完善他们 然后key flag 这个也要制一 那么看到了这两个了吗 我们一按下的时候 呃这里就会出发 然后 出发中段之后 尽量会把这个标准为制一 制一之后 我们再按下一个键的时候 呃就会 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制一 那么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大家可能 看这里看的看不太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呃工程键你按的时候 是 一块按的 比如说 shift 加上a 这个键是一块按的 那么你这样按的时候呢 按住shift键不放 他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 再按下一个键的时候 那他又出发了中段 进入到这个里面 啊 我们是这个边缘出发 啊 等会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是电瓶出发的话 他就会有问题 这他会 在你按住这个键的时候 一直死在这里不动 一直重复 重复的进入这个中段 然后进入到这个里面 啊 那么如果是边缘出发的话 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么明显 好 等会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主程序呢 就是去检测这两个按键 好 在这个mode2这个里面 这里是用一个货逻辑去实现这个 啊 这两个当中有任何一个按下的话 都要去发送键码 好如果功能性按键的话我们也发送这个键按下的我们也发送这两个都按下的话那就更发送了是吧 啊 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 就是认为功能键只有一个 然后别的键也只有一个 那么 呃是一个简化的处理 我们调这个函数 嗯 这个 嗯 control 键这个键码啊 去查一下这个 pdf 我们就先用这个啊 left control 键吧 在这里啊 modifier control left 这个是 嗯 1左10位 那其实就是1 然后shift的话是1左1位 好我们就完全用到这个就可以 这是1左1位 啊 这边是 字母A键 这些都要去查表格啊 记住当然最好 记不住也不要紧 然后我们再查一下这个 后边这个是pea 就是0x04 好 那么后边这些呢 就是0x00 你不要的键 统统给它置0 然后发送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下释放 所以还是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 把这个 键码发送出去了 但是这种情况是属于我同事按下两个键的 那么我们这边要再做一次判断 那么我们这边要再做一次判断 如果这个键按下了 我们就发送这个 嗯 没按下的话 这个键 没按下的话 又进入这个一句一句了 那一定是k flag这个按下了 那就说明 其实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字符按下了 并没有这个 呃 shift键按下 ok 那么这个就完了 然后不管怎么样 这个用完的变量 这个用完的变量也统统要把它复位 不然这个部分会 也发bug 好 然后我们编译一下 好 编译没有错误 那么这个下载和验证呢 我们就留到下节课去进行啊 因为这节课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 我们下次再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